各位网友大家好 在開始之前,如果未訂閱的朋友,歡迎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還有一間開啟的鈴鐺,讓新片段可以馬上通知你 如果方便的話,麻煩頂到尾 先來講一講樓市新聞 中原在今日公布樓價指數CCL最新報146.48 按週下跌至0.26% 反映4月11日日出康城Part Seasons公布首張價單當週市況 指數連升兩週後回軟,近三個星期在146點水平反覆增持 他們的解釋說市場繼續聚焦一手,令二手市況受壓 樓價儲於牛皮半局,相信短期內指數仍然會在145點至150點之間摘幅復 設下之後七個星期錄得五升兩跌,累計升了2.42% 而踏入2024年至今樓價指數仍然錄到0.5%的跌幅 另外,施永青今天去旗下的AM730讚文 他讚揚全面撤納是政府近年一項收效明顯的皆值 但他提醒世界變得悲善複雜,政府不能失去敵情的觀念 不可以是撤納後袖手旁觀,應該不斷推出新政去鞏固撤納效果 世上存在一股惡勢力,他們不想看到香港欣欣向榮 而是希望看到香港走向沒落頹敗 他預期這批不想香港好喜樂的人,今後仍會集中火力攻擊香港樓市 他們會說撤納的效果只是一時,樓市很快會回到撤納前的疲態 有樓應該要早賣,遲賣會吃虧 他們還會叫樓在香港生活的人寧願租樓不要買樓 他擔心市場會形成負面的互動 即使香港經濟有改善,樓市亦難有起色 而且還會破壞港人重建信心 言下之即不支持香港,繼續成為全球住屋最難負擔的城市就是惡勢力 看完這篇,我第一個想起就是陳啟宗,他經常叫人保本保命 如果以施永青的邏輯,這就是邪惡的敵對勢力 還提到現時內地有不少人來香港買樓 但他們無法將國內的資金調來香港 他憂慮特區政府不敢將這個問題向大陸政府提出要求 到這裏大家應該會明白,他極左的言論是想製造一個假想敵出來冷化中央政府 他自己就想了一套,他說中國政府既然容許資金去澳門賭錢 沒理由不用資金來香港買樓 中央如果肯在這方面通融一下,香港的樓市就不受沒有資金捧場 我覺得施永青這樣想太自私了 叫大陸的資金來香港救樓市,那大陸的樓市誰來救? 枉他在左派學下讀這麼多年書,一些雷鋒精神都學不到 而他所說這番說話的背景亦令人觸發憂慮 是不是中央政府最近對於走資來香港又收緊了? 如果真是堵失了走資的錢下不來 最近的國內大手客投資者在成交時分分鐘賣不到單 另外市場再有名人出貨 就是林建岳持有的中半山May Tower二座中層複式 實用滅積5,338呎 由上下兩貨分層單位各2,669呎打造移成 原先叫價2億4,800萬,其後減價2億2千萬成交 赤價4萬1千214元 而馬入價眾說紛紜 有代理透露在2009年以7,450萬馬入 持貨15年賬面獲利超過1億4千5百萬 也有人說在2009年用4千5百萬馬入其中一個單位 而另一個單位是透過買公司的形式馬入 其後改裝成複式 所以就不清楚真正馬入價是多少 而講到惡意出貨還有鄧成波家族 早前有兩個位何文田天賜樓收租物業輪為銀主本 現在就賣出低層B單位實料面積1,884呎 早前銀主華僑永康叫價2,850萬年租約 最新消息指這個單位2,300萬成功賣出 折合車價1萬2,208元 但翻查資料正正在這個單位下面 同一個size在2016年做過一次成交 當時的成交價是3,700萬 赤價是1萬9,639元 先不計流程的差距 今次成交這個單位交8年前他樓下的單位便宜了1,400萬 相等於37.8% 另外又有名人入市 繼今個月初蔣麗平買入瘦神山道的翠谷別墅之後 他姐姐前立法會議員蔣麗雲也相繼入市 以公司名義買入大埔康樂園商號陽火銀主盤 實用面積1,595呎 銀主在3月以2,600萬放盤 最新以2,080萬賣出 車價是1萬3,033元 買家是一間公司 董事分別是蔣麗雲和他先生梁海明 但蔣麗雲不知道 除了他這個單位銀主之外 其實他旁邊的單位曾經發生過商人燒炭 在2018年有一對重商的夫婦因為財困而燒炭 丈夫即死,太太危殆送院 至於太太送院後能否救回就沒有人再報道 即是蔣麗雲買入這個單位的原業主 有可能因為隔離是空窄 所以沒辦法脫手才會淪為銀主 如果他是夠殺氣就應該不用怕 另外一件事真是大禍 原來市區的士牌已經靜靜地快跌穿3字頭 看看香港的士交易所的報價 市區的士牌價今天還報312萬 但看回今年第一季1至3月 牌價跌了7.8% 而4月單月跌了4.5% 如果今個月維持商業跌幅 相信300萬都很難收得住 如果大家還記得 莊斯文在去年6月透露以400萬 向的士幫買入的士牌 並在小紅書上推介投資 他還強調的士牌的門檻低 回報高5厘回報 每月有穩定收入好過買樓 小估不到投資10個月 帳面虧了88萬 其實最近的士都有不少好消息 譬如運輸儲承諾即將研究規管網約白牌車平台 以及準備給的士加價 為何過去30億的牌價走勢仍然如此悲觀 根據雅虎財經分析有三樣 第一是美國遲遲未有減息 第二是自動駕駛系統 第三是內地網約車曹操出行殺到 本港的的士業界經常將生意和牌價問題歸咎於Uber 而內地網約車平台有增無減 而全球網約車也百花齊貨 看怕剩下香港是普殘首決 以隸屬吉里集團的網約車平台曹操出行 近日代表申請來香港IPO集資上市 據報為擴充車隊曹操出行將會跟隨國策 送禮進軍香港 的士排駕到時恐怕會面臨史無前例的重大考驗 為何香港無法跟隨國際潮流 現在甚至連大陸都不如做好網約車平台呢? 如果大家想心一層就和地產一樣 全部都有固有利益集團 政府亦沒有這個魄力改變 另外資本策略為左敦尼敦道高林 在今晚首輪銷售104貨 同日招標出售6貨 在昨日接票收到3000貨 超額應購27.8貨 不知是否連自己都被A準騙了 發展商還說到國內客趕著來買樓 大手投資客給本地買家進取 在下午4時宣布 六貨特色平台單位照標賣出五貨 看來走勢都不錯 去到晚上正式賣樓應該是一間酒樓 去到大約7時傳出 有兩組大手客各自買入五貨 陳永傑表示 他們行的頭籌買家 斥資超過3800萬 買入五貨 一間三房、兩間兩房和兩間一房 去到9點就說賣出53貨 其中大手客佔了28貨 我都以為完了 但去到11點半就說賣到82貨 連同招標五個單位總共賣了87貨 現在還在賣 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再開啟鈴鐺 讓芯片出海馬上通知你 如果方便的話 麻煩頂到尾 再開啟鈴鐺 謝謝 謝謝 謝謝